李龙姬这个遭老头子费尽心思终于将玉环弄进攻来了 看着眼前被灌得迷迷糊糊的玉环 此刻的李龙姬是再也忍不了了 陛下 让我回去 不 我 就是 不让你走 玉环虽然刚刚被李龙姬灌了一肚子久 但意识还算清醒 时刻也没有忘记自己此时是太真娘子的身份 嘴里还不停地叫嚷着要回到道观 可李龙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从儿子手里抢了过来 又岂会这么轻易放他离开 此时的李龙姬也顾不上玉环的挣扎 直接一脚由门轰到了武当起步 由于接下来的画面大家都不喜欢看 咱们就让旁边的鹦鹉为我们实施播报战狂 自从有了玉环的陪伴后 李龙姬就经常迟到早退卸待朝政 到后面干脆直接矿工不去早朝了 而从他宠溺玉环的这一刻起 他亲手开创的开源盛世已经略显退市了 可李龙姬却丝毫不在意依然每天陪着玉环玩耍 我没输 没输 输了 我没输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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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赢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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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得不说有了玉环的陪伴 李龙姬好似也年轻了许多 年过半百的人了还能跟精神小伙一样追着玉环嬉戏打闹 我过去好怕你 现在我可不怕你了 我可不怕你了 我可不怕你了 在屋里你来我往的追赶 一不小心还和来汇报情况的高丽是撞了个满怀 陛下 李龟年正在排练新曲请示陛下要不要去听听 咱们去看看 好啊 李龟年号称唐朝时期的乐手 请他手排练的歌舞当属一角 而玉环恰好在舞蹈方面也有很深的造语 自然也免不了要亲自上场跳上一曲 话不多说咱们也跟着一起来欣赏一下玉环跳的大秧的吧 好啊